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近日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实地检查了我局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 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称赞我局很好地发挥了全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领头杨作用 8月29日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就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到我局进行了实地调研 市局局长傅振华陪同调研检查 在朝阳分局三间房派出所杨焕宁实地检查了户籍大厅 治安纠纷联合调解室的区域设置情况和立案公开查询系统使用情况 在交管局开发区交通大队检查了交通事故公开处理室设置情况 并观看了交通事故电子沙盘演示 随后我局围绕推行立案公开深化阳光执法建设 推进现场规范执法装备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汇报 杨焕宁对我局大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自决抓好执法规范化建设 不断提升公安机关依法履职能力 始终把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工作 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的公信力 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